哈哈 又到了 这个 上一次呢 我的滑板呢 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我私下成功研制出一个 研究出了一个正确的评装方式 所以呢 但是 我知道你们肯定没有看到结果 因为我如果没有看到结果 所以呢我又有 买了一个轮子 就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之一 我也不知道 然后呢 刚好这次我们 他一起出来 也带了 我就顺便的 把我的这个文字画了 因为这个 这个持不全能文 它比较软 很多动作做不了 比如什么 POWER SLIDE 好像也做不到 我不知道 所以呢 我有带了工具 但我这次 比较失散 是我没有买轴承 我想把它拆掉 因为电厨说 亲爱的电厨说 就是 你的这个轴 比较新 看不用化 所以我就没有买 那么我们就 开始吧 我每次遇到这种东西都会 每次做这种东西都会遇到一个瓶颈 还是个尖的骨头过程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能买轴 就多买一个轴 不要 怕麻烦 不对 这样才是真正不怕麻烦 如果你怕麻烦的话 还是 买一个轴 比较 我是买完才后悔的 我应该多买一个轴 因为这样 下次需要换能力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 我这次回去了 我这次回去了 我再 再 再买一个轴 给它放在那个棍子上 然后正如大家所见 我的砂质 还是有这么多气泡 所以最后 可能我猜电竹 所谓的 没有什么关系 意思就是 影响不大 你也不用在意吧 这个意思 我手机放 费力气的过程 好 好 然后咧 我们就可以把我的这个 新蚊子打开了 好吧 这不是废话了 当然可以把新蚊子打开 耶 终于有一个硬蚊子 然后 总之 也是非常的鲜艳 就对了 好的 那么 接下来 我把我的这个周成 稍微的 擦一下 然后要注意的是 周成一定不要沾水 因为 沾水了过后 它可能就生锈 就转不了 容易 受伤 因为它如果生锈 转不好的话 它就 会影响你的 运动 好 我就把它擦一下 好了 我回来了 我已经把我的这个 周 稍微的擦了一下 然后呢 现在接下来我就可以 把这个 轮子装进去了 好了 有了上次的经验呢 我就明白了 它的这 有 盖子的这一片 就是这个叫 防尘盖 它是用来 抵挡灰尘 所以是要放在轮子的外面 然后上一次 我为什么会拼错呢 是因为 我忘记了一个轮子 是有两个轴 两个轴拼成的 所以是要 这边放一个 一定要 确保温到底 不然会 有一些安全因 好 好 那我的第一个轮子就撇到了 然后上一次呢 我是把轮子的 反方向 反面朝外 那样的硬滑 模糊 但是我这一次我想 把硬滑朝外 好看就好看一点 不要担心它磨坏了 我们再放一个垫片 把它拧紧一点 然后要记得 我们的轮子 一定要稍微的 留一些间隙 就是怎么样检查呢 拧完之后 这种 你看伤害晃不动 它就是有问题的 把它松一些 续滑的可以这样 就OK了 它就不会太松 太松的话 可能你滑着滑着 发现你的轮子 就少了一颗 好 防尘盖充完 看起来它就转了 其实感觉 用手拧就OK了 还不需要拧太紧 手拧到 差不多的极限 配色还是很滑少 就这么看了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轮子 把它放上去就大功告成了 好了 那么我的 全新的 轮子的滑板 就完成了 这一期的 这一系列的Vlog 也就暂时结束了 因为我的滑板 人生的第一块拼装滑板 也就正是大功告成了 好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更多的练一些 技巧了吧 好的 那么我们 本期的Vlog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就 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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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